通常就跟借衛生紙是一樣的你知道嗎 或者是借過是一樣的 比如說借我一張衛生紙好了 你有還過那張衛生紙嗎 P100萬大方借出 國民黨立委許巧欣 是不是真的如此口袋深不可測 攤開許巧欣的財產申報 111年時還是台北市議員 存款總額只有458萬 隔年卻一口氣暴增到873萬 一年內直接增加415萬元 許巧欣其實在2022年到2023年之間 也是很多藍營正論節目的一個常客 還有開直播或其他斗內 或者其他的一些收入 那這樣子一個薪資應該勉勉強強 還有辦法負擔這樣一個成長的幅度 民進黨議員一邊幫忙緩加 一邊再點名 許巧欣的態度有問題 仔細算一算以直下這議員 本心來說光法令研究費 每個月就有13萬多 一年收入159萬 加上每個會期的開會出席費 一次領2450元 一年也有36萬 還有春節慰問金等等 另外專攻空戰的許巧欣 近一年的通告滿檔 以兩小時6000元來算 光上節目保守估計 每年也能拿至少86萬元 還有臉書YT直播收入 斗內就數不完 另外還有選舉補助款高達81萬 然後我們今天還是一樣呢 一點鐘準時直播 主持中廣節目新立院新觀點獲得好評 另外丈夫劉彥禮擔任台中市府 嚴考會主委劃分13值等 年薪也有約200萬 面對外界質疑金流不單純 許巧欣重炮回擊 2022年12月28號的時候 甚至還會入賬一筆 2022年選舉的補助款 還有我的家人在當年 生了很嚴重的病 也因此有取得一筆保險金 四方炮火凶猛收入來源被攤在陽光下 許巧欣一個頭兩個大 華人新聞劉靜芳伯峰 採訪報道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